每一次墨琴 我都好像是在最后一次墨琴 弹琴的时候是一个冥想状态 就好像那时间我就像一个植物 我能感受到别人 最后像佛教说的一个禅静 见静不勤 别人都是用香什么供养 我弹琴供养我内心的信仰 疯了就迟了 但迟了幸福 他飞琴不是征白玉说的特别到位 看到那首诗的时候 脑子里边就像炸了一样 舞雷轰顶了以后 突然间我就明白了 过去的乐器是古琴是古琴 古琴是古琴 古琴是古琴 它俩是不能掺和在一起的 但唯有软这个乐器 它的品点是两头都有 古琴的深沉内敛大气 古琴的明亮的华丽 都能在一个乐器上展现 这不很奇妙吗 我做琴 真属是卑鄙无奈 我绝没想到一个去做琴 因为我们的做琴的师傅 他们没有一个会弹琴的 所有做琴的人都不会弹琴 我们是农业时代的乐器 就是我要找琴 我脑子里边有那个声音 十几年的时间 从开始有的话 仅仅一个小二十年 就刚开始我是在买琴 买琴 买琴后改 买遍了全中国所有的乐器商 和日确制作人的软 都不出这个声音 公元前一百七十年 一七零年 就有 就没了 断了全程 这么好的乐器 就没了呢 万一没了可怎么成 世界音乐必须带民族线 才叫世界音乐 然后这种特性里边 又和全世界这种东西 在精神上又是共有的 但是你又有你的独特性 那么你比方说 非洲对世界音乐的贡献 它的节奏 那么一想起中国的世界音乐 是什么呢 你能说说哪一个 能代表我们民族的世界音乐 的形式 每次我和一个弹节奏作家说 你弹的是什么琴 我说软 我说我告诉你 它有两千年的历史 对它的瞳孔就放大了 然后它这么好听 它说以前为什么没见到 我说我们中国人把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 实际上 我们的音乐是靠律动 它也很好听 很愉悦 但它出不了火 你知道吗 我们的音乐能勾火 你比如说西方的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 它是四小节八小节四圈 它是有规律的 它就像一个一个小小圆圈 我们中国这边圈有这么大 就足够能把里边装进去 如果在律动的话 我们有一些停留 就像一个秋圈上 一个秋圈上有一个蝴蝶 它一会飞在上边 那是短的 它一会飞到下边 那个是大的 但它有时候悬停 它停完了以后 它又落在那个秋圈上 还在动的 我们中国就像太极一样 足够装着它这些圈 但是我们要做 我们要再不做 我们这样的 我们这个种族的文明 在现代里面体现不出来 那就说我们落后 还是我们本来就不行 我思考到这样的一个范围 我毛骨悚然 我现在想思考的最重要的我觉得 能把我们古时候的文明 用现代的形式保存出来 如果你想发展的话 就是让它现代化 让年轻人觉得好玩 时尚 他们说 传统乐器 就传统 插电了 会让人觉得很恶心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有电了 如果说大家如果都不用 我们现在还停留在马车时代 我们想要再做一件事 过去 她是只给一个人听的 然后呢 其实乐器的 我为什么要加电呢 就是说 她这样弱音 如果我把它关上去 这是最好听的声音 不然 这很难听 是不是啊 你为了让别人听见 你就得拼命弹 那就这个意境就没有了 那么我如何把这种 就像呵护 的那种情感 要传达到 那就是我们的手要特别的轻 琴本身战斗得更好 然后把这种弱音放大 让更多的人能听到 我爷爷告诉我这老话 人家不如家伙娘 你不用那么费劲 最简单的手法 就能有很多功能 非常好听 可乐不为 我们明月就要飞得 是永远就像古前一样 就摆在那就不动了吗 我们是那么的优秀 但是就有成就了 我们只要稍微动动脑子 稍微就下下心 就回来了 不难 怎么办呢 这种人字幕 是永远就会 这是永远就想飞死了 我先来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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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